好,我们第一场比赛已经开始了 我们是一个拨三的赛制 对,而且还有半卡 可以看到上边曹哲夫禁用的是飞铜 底下禁用的是墓园 这样再也不会出现我们 你忘了什么办什么的情况了 这边帽子首先出了一个猪 那就是一个快速的猪 应该是 但是这个先出猪的话 我觉得前面慢一点选没关系 这边可以先累积加费 矿工机甲 这个皮卡没有抓住 比较伤的 帽子这边带个皮卡的话 可能就是想针对一下对方的一个大单位 这边一个超快速的应该是火球小闪 帽子这边很聪明 直到对方下出了皮卡赶紧换路 而且这个皮卡也不亏 其实他自己的皮卡还砍到对方一刀 这边然后公主可以解掉皮卡 可能能挡一下 没挡住 还是不行 可能这边刚才也是 想考虑用皮卡还是用这个挡 但是我觉得 就是说两边强血的速度来说的话 应该是野猪会要更胜于这个矿工 确实野猪和矿工这个伤害 实在差太多了 对的 而且矿工的话你挖两下无所谓 这个气球帽子 这样过来 那只能要拉一下 帽子这个对空有点弱的 他只有一个蝙蝠和一个公主 可以可以 那这样的话他没有单 其实很亏了这个 对 一个六费来解一个五费嘛 对这样的话就失了一名大象 对 但是对方的话是没有办法来解这个公主 只能靠矿工 帽子如果保护好这个公主的话 是对曹臣夫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对 这边上面一个是兵的 哇 直接全部投入 全部投入 好 这边 有点凶啊 是的 倒得还算不错 还行还行还行 换掉 这波皮卡 可以换掉了 换掉了不错了 帽子这波进攻也是 把全的废用都打出去了 撑了不少血 但是帽子这边是有一个弱势的 就是说他不好解这个气球 是个很致命的 对 这边应该是个小把数小闪或者是 应该不会带滚木了吧 应该是个小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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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一个滚木也有可能 对 但是他滚木没机会用 这个转了 这波把大闪用掉了 大球怎么解 左边就要掉了 哇 左边要掉了呀 这一个小闪 好的 OK 那这一波 这一波气球应该能砸两下 直接掉它 不讲道理的 刚才还说没有办法解这个公主 直接丢了一个火球 帽子这边也不能翻路 还敲一下 哎呦 插一下这个皮卡 现在伤害提高了以后 野猪只能敲到一下 这边也是没有 哎 这个病人 哎呦 漂亮 对 这个病毒很细腻 对 大闪 但是又把大闪用掉以后 这个中间 冰人气球怎么解 没办法了呀 这个蝙蝠怎么办 这个小闪是不是失误了呀 不是他自己的小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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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里面的话帽子再下一波的话怎么打 现在是1600选怎么也抢一抢不过了 帽子这个大闪一定要留在手上来解这个气球 不然的话这个蝙蝠没有办法来解这个气球 但但解气球不赚费啊 不赚费的话就基本上 一般是气球他会如果顶个冰人 冰人的对啊 不再转的 小闪不电一下吧 电掉 但是我发现车夫这个小闪不行了 不行了不行了 哇这个大闪 他没办法了 因为砸到一下就输了 哇这样也输了呀 一个火球一个小闪没了 还要啊 那其实 因为没有大闪了 这气球就随便利了 左锁 直接带走 对这锅就再见了 可以看着曹之夫 有自己的这个想法在里面 其实没因为办了卡以后 好奇是气球矿工也是可以玩的 是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第二局 是不是做出一些牌组的调整 前面 其实我最开始我跟名胜也预测了一下吧 名胜预测是2比0 谁来的 哈哈哈 前面前面没有毒奶这个很重要 对啊 然后车夫这边带了一个最近 比较强势的一个兵法 对兵法改强了以后 哦这是那个房子联弩吗 哦我那天也是打到了一套 对啊这个房子联弩有点 很强 强的呀 毒药一浇 那这个 这么毒药一浇了要立 头毛手房子了 对啊 他可能头毛手不要急 等马上都过了以后 对 哇真的是房子联弩 这边就是消耗一下 好的那这班 准备再出几个兵直接扔联弩了 是的 可是他甚至在另外一路 他可以先不丢 等双倍 我现在慢慢耗你总要截我 你这个电法慢慢的就残血了 对吧 他下电法 这边因为没有毒掉了 这个电法随便下 他这个皮卡的话下到这边 啊弩还下到这边吗 直接下连弩可以的 因为皮卡没有到前面来领 对 但这边有没有小闪 应该是有小闪的 有小闪 但是的话这边 不能再卖了 啊不能再卖了 哇这个血卖就出了 哇 我觉得要掉了 这个小闪 但是哇还带了个盾牌 有点针对 相当真的帽子基本直接 哎 是的 以前有些人是在换刺嘛 他这种带盾牌就是 更偏向于防守 换刺就更偏向于进攻 对可以解你这个小闪的病 而且帽子这一套的话 还是缺少一个AOE的 像公主啊那种是没有的 然后其实他可以换一个 矿工毒药什么的 但是他是想着对方 他会带一个大单位 带一个皮卡来客的 那这个皮卡下回 可能就要稍微往前置一点 他不能再卖了 这一波的话 车夫赚了很多 我感觉 哦帽子还下到这儿 先勾一下再打 那皮卡我觉得 嗯 一定要等对方下弩再下皮卡 要扛住 要扛不住的话这他一定 嗯 这个等双倍 是 先下皮卡吗 先下皮卡的话 这样他想先砍一下 这样的话车夫可以先 不着急 哎 对 这波电法的话 这波电法的话 会不会毒他呢 火球 哇直接火球 对的 哎小闪失误了 没有把这个电法给电掉 哦那这边有个机会 但是这个队还真的 帽子有点贪 他其实还是强毒到 那个公主塔 是的 这一波也是微信机会 这个小店有点失误 这个小店有点失误 这个电法对方 呃帽子的电法对方也不好解 其实都帽子不是没有机会 其实这个连弩的核心就是说 你只要下错后排来解我的这个房子 我就马上要把你这个电法啊 冰法都在清掉 对这个火球 直接火球 好 好 防住这波以后准备下连弩了 这是 是他就是没办法了 连那个毛房 对 他必须要有毒 那这样的话就挡不住了 没办法了 因为没有比迪卡了 对 天啊这个公主会挡 挡是没办法 因为他有个盾 盾牌 这个盾牌带得有一点赖了 我们这样直接 我们现在也不会去改变目标 对连弩摸两下 这不是两下的事啊 这个目标不好 这边换次的话 我感觉就是没用 因为他黄毛出来就是 那吃掉他了 都没有 都没有过来就吃掉 不用出手 是的 我感觉就是第一波的情况 帽子选择了毒药 就有点伤 然后还有 之后的陈底皮卡 那现在帽子的想法应该是保平 是的 很难呀 你看他电法下得很机智啊 对 就不让他这个杀到他的肩 但是这波皮卡吃掉以后 要立连弩了 连弩来了 连弩要来了 好的 那哥布林赶紧过 还想过出来皮卡 来的题目 但是这个皮卡 会被这些小单位给吃掉呀 我感觉 那也能扛狗一下 现在没有办法了 对没办法了 刷 刷新一下 又刷黄毛 不要来了 不要 可以呢 这波算是还能被打到几下 其实到双倍以后 皮卡是有优势的 因为你看车夫他的这个房子 越来越少了 发现没有 不能摸 啊 可以 摸不得 现在一下子摸不得 这样 必须要下火球 把这个电法给解掉 如果不下火球 对他必须要下火球 好 现在也是比较 怎么说 也是进入了僵局 对吧 比较难受 现在房子没有办法续集起来吧 对 关键是一个黄帽房子可以另外两个毛房意料立起来 所以波帽子可以选择毒药 毒药毒前面 哎呦没有毒到这个小酷 没有毒到电法好像 哎呀这个 哇这个有点失误了感觉 但还好他冲过去 漂亮哎呀 没关系吧 冰法知道这个电法满血啊 这怎么办 又要立了 对 这一波 曹车夫是不能下这个联组的 他必须还要做一个黄帽房子 做好了 准备要下黄帽房子 还防住这波皮卡 那看起来要皮卡 啊 哎 哎 换路了 下反了 那这样摇头了 看到没有 那这样就没机会了 下歪了 那这样就 我觉得帽子很有可能可以平局了 我感觉这一波 对 其实他不下歪 可以 你看这个两个黄帽可以把这个皮卡卡在这个桥头 是不是 好但这波连弩的话 帽子怎么解呢 下卡 还是下皮卡 那这个皮卡立在这个地方 对方很难受呀 还行还行 对右边卖了 随便你黄帽 对 还有30秒 那来不及了 这个 这一波 曹车夫出现的知名失误 巨大失误 对 前面其实有一次失误 然后后来 哎 帽子只有毒了 对 就毒下皮卡 他应该过出皮卡了 有了 是的 就刺客后面是皮卡 财力房子 那个很没机会了 没机会了 他知道已经平了 但如果再有一会帽子就赢了呀 两个毒药就结束了 因为这一套我之前打过嘛 就前期你可以把这个皮卡给压着 对 但是到上面 其实从他应该下两个牌 他应该知道就是个连弩 连弩了 他就不应该是陈底 他还想打一波 他可能打得比较 就预见这个房子比较少 对 对 那一句景性不够我们 好 两个人的重赛已经开始了 那这个是会换了吗 帽子 呃 带了个兵人 哦是可以换卡的 可以换 但是曹之夫这边应该没有换 对很明显 那这边的话 曹之夫有点 因为房子弩的话 这个 呃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克星 除了天狗 打天狗是不太好打的 采集三枪攻城锤 哎这个三枪是不好打这个连弩的呀 对呀 因为他一个火销看到没有 头毛手摸一下 就没了 对 小闪过牌 然后曹公 要不就挖吧 其实 车夫这一波是可以卖这个 这个 女枪的然后再下房子 他可能是 因为没有过出来 他就过了个盾牌 那现在帽子的话 你下三枪怎么解都解不了 很劣势了 特别特别劣势 你曹公你得去挖对方的房子 不挖也没办法 矿工挖不了 那个黄帮帮子太爱肉了 对啊 那你现在就基本上这个矿工也废了 你看这个房子一直下 很难打 他就让你踩 他不解你踩一切 对啊 随便你来进攻 我这么多房子 这是水水那套 垫一下 一点机会没有 因为我怕这个 嗯 苍蝇给吃掉了 他没办法 他不挖不行啊 是的 而且他这边也没有大型法术 对 他没有法术 是解不掉这个房子的 对 而且他别的东西 电话一逮你 就乖乖的 这一波车夫转了很多 你看他的黄帽出来了 可以力连弩了 那帽子也钳制三枪 哎呀来不及 钳制三枪直接一个火球 刚才再见了 哦 还下苍蝇海 没办法 他不能不下苍蝇海 你看现在这个兵法 三掌 还兵掌 就拍掉了 然后下连弩 没办法房 只能下工程锤 挡一下 哎没挡到 要不要垫一下 好吧 没有 刚才他就过了 这应该过出来了 垫一下工程锤 好 冲一下 好 但是这一波的话 帽子是有采集器 车夫是没有房子了 但是其实帽子的费用 也是交了不少了 这边再赶紧 又出了一个 过一波这边火球要给这边吗 呃 可能垫一下吧 对 不给的话可能有可能就垫法也死了 那现在三枪有机会 帽子通过这一波操作 没有火球了 但是帽子基本没有采集器了 对 他消耗光了 这也是很不好的地方 他三枪看怎么用 但是这一波必须要下三枪了 要下三枪啊 对 对啊 单枪去防那个黄毛 这个车夫选择防守 防守 但是没有工程锤 哇这个垫法 哎呀 伤害这么高 要用矿工去跟吧 哦 这边应该是一个火球了 好的 那看着帽子这边 你是守哪边 哎 我两边同时进攻 到底火球给哪一边 都不给一个小店 很贪很贪 但是还守住了 还不错 这个盾牌还要守 别人挡一下 还是要分枪 但是分枪火球已经续上来了 这波下踩机器不行了 不行不能下踩机器 因为有头毛头方子 一道伤 他可能下分枪分的位置不太对 还好 这个必须要分右边 因为左边是残血了 但是这个 差点 对啊 有点恐怖 工程锤其实可以跟一波又弩 那基本上用过来打一炮 工程锤再等 远一点 一个电 一个姿卡 再一个电马 不讲道理啊 其实这个房子就是很赖的一点 就是说 我怎么打你都不能打进来 就除非就是说 用天狗抓我一波 没有头毛手房子的时候 这对空我换我挖掉 这样是唯一的机会 像现在的话 帽子起码是亏了五倍左右 然后这一波要下 还要分枪吗 要下连弩了 这波他要分枪 下连弩 然后一个火球 火球 都不用火球了我感觉 还是用火球 还是用火球 对 这样就挡不住了 还垫一下帮连弩来吃这个 好的 那这样的话 帽子这一路应该被掉了 会摸到很多血 下一个冰牌 来解一下他的苍蝇海 就是大胆预测啊 是被这个投射的 哇 这个攻势有点强 对 那也是恭喜陶仲夫2比0 战胜帽子 名胜的这个记录 是的